我們台灣與紐西蘭在這個時間同時的宣布 雙方將展開研究洽商台紐經濟合作的協議相關事宜 紐西蘭是繼新加坡之後 第二個與我國談判簽經濟協議的國家 也是第一個與我國展開商簽的非東協的國家 馬總統指出 自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的 與新加坡研商洽簽經濟合作的一個協議 繼而與日本簽訂投資協議 跟紐西蘭則是第三項重大的一個成果 那麼台紐雙方復補的關係甚強 甚至於連農特產品因為冬夏季節相反而具有其復補性 若雙方都能夠復降關稅可謂是雙贏 經濟部統計 我國紐西蘭是第八大的出口市場 那麼也是第十五大的進口來源 紐西蘭每年對台灣出口約六點一億的美元 而從台灣進口約四點七億的貨品 台紐經濟復補性非常的高 好 紐西蘭賣給台灣多數的是農特產品 包括肉農 包括乳品 牛羊肉 以及奇異果等的農特產品 那麼台灣銷往紐西蘭的大部分都是工業的產品 包括機械的零件 腳踏車 面板等 經濟部並表示 我國正積極地爭取APEC架構下的跨太平洋的經濟夥伴 就是TPP 齊盤在ACPAP旗下的九個國家 包括正在洽談的新加坡、紐西蘭 以及正在努力開啟協商的美國、澳洲、馬來西亞等 談判、減免關稅、開放市場 進得簽署自由貿易的協定 加速區域的整合 使得我國正在朝向、亞太經貿的平台之下 目標邁進 開創下一個的黃金十年 我們一起來為台灣加油 也為中華民國的永續來努力 要追隨著我們的馬總統的卓越的眼見 我們一起來為台灣的永續經營來努力 也期盼我們身為立委的同仁 我們一起為中華民國加油 謝謝